社府 完了 这回彻底完了 你刚才没听见 我再给你念叨一遍 吴三贵这个老花头 让皇上呢 给弄死了 台湾呢 也让你那好兄弟 施朗 给平了 这样一来 你徒弟我 在皇上那儿 算是一点用都没了 所以啊 咱俩俩 再在这破岛上 待一辈子了 我对不住你 这 是朗大人 见着自己的救命恩人 还不赶紧祭拜一下 磕俩头 这 他毕竟是天地会的匪首 卑职 不方便参拜吧 我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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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儿把我来的 军师 这谁啊 感情那么深吗 不是 你谁啊 林生珠 见过伟香 我什么时候改名叫伟香了 韦大人 属下本是陈军师的旧部 原来也是天地会的人 我说呢 瞧瞧人家 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啊 是条汉子 不像某些人 见到了自己 救命恩人 连头都不磕两个 这人和人啊 就是没法比 军师 这台湾啊 都已经平定了 咱们离这些前朝旧部 还是远一点为好 我倒是觉得 现在师大人潇洒得很 前任大老远来了 是吧 我怎么着呢也得 摄宴款待款待你呀 帮你 尝尝我们这儿的 本地特色啊 垃圾 海鲜 虾扒子 虾扒子 你说的是虾菇吧 虾菇人呢 虾菇 真好吃啊 虾菇 你们那儿叫虾菇啊 虾菇 起菜 来啦 施将军久等啦 太丰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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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意思 老公主大哑呀 施将军不用客气 这酒啊 可是皇帝各各 亲赐给我们的二十五年尘 您多喝点啊 这 这 拿给了 坐 坐吧 坐 坐 好好好 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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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将军啊 你攻下台湾 也是大大的功劳 又被封为靖海侯 那我们伺候伺候 又有什么不妥吗 不敢 不敢 卑职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啊 石将军 来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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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将军啊 你此行前去台湾困难重重啊 可能还会有一些流言蜚语 不如我给石将军抽个主意 不知大人有何妙招 还请大人开恩指点 我呢 我回到皇上身边 跟皇上美颜你几句 就说石将军恭送皇上 忠此当头 念念不忘 皇恩浩荡 这别的人念念不忘的只是自己 而石将军念念不忘的 却是我大清盛名天子 好心必有好报 皇上论功行赏 而你恭候万代了 如果伟绝爷能够在皇上面前 如此美颜 卑职 干脑徒弟 莫痴难忘啊 可惜啊 可惜 可惜 我最近并没有出行的计划 而且恐怕一时半会儿 我也离不开这帕岛啊 大人 眼下台湾出贫 人心不定 卑职正琢磨着要奏请皇上 差遣一位 德高望重的药元 亲赴台湾 宣誓圣上的德因 安抚百姓啊 而这位大员 非您莫属啊 我不 卑职这就奏表 奏请皇上降旨 委托伟大人您 赴台宣府 等你拜表回京 皇上 还得考虑考虑 然后再下旨 这一来一回的 红年满月了 恐怕那个时候啊 那风言风语啊 已经全部都传入了 皇帝的耳朵里 没有一千九八百句 你呀 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最好施将军 能够即刻派一名 皇上亲信的大员 一同去台湾 这样的话 就能证明施将军 对皇帝对大清 绝对没有任何的死心了 是啊 否则 到时候 风言风语一起 大家伙儿 都对施将军 指指点点的 怎么向我皇帝哥哥解释啊 多谢大人指点 多谢公主 多谢夫人们 卑职感激不尽 那卑职斗胆 请大人明日启程 随卑职一同前往台湾 那 走一走 多谢各位帮助 卑职感激不尽 先喝为情 好 好